一句話形容水瓶座 矛盾 矛盾 我沒有很怪吧 水瓶座 許多人聲稱搞不懂的生物 卻是一道愛上愛不釋手的任務 要說他怪他不怪 他怪又很多人愛 究竟是他怪還是你怪 今天主持人吉塞爾跟乙墨 要來接盟大家一起探討水瓶座 我是主持人吉塞爾 我是乙墨 我跟水瓶座本身是有些淵遠的 全天下最佳的星座就是水瓶座 Oh my God 我男友 我男朋友本身就是水瓶座 我雖然不是你男朋友 但我也是水瓶座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接訪 水瓶座的戀愛大圈 水瓶座的看法是什麼 蠻難搞的 聽說是蠻怪的 很多人都說他蠻怪的 但是我遇到的好像 都還蠻正常的 你覺得我正常嗎 看起來蠻正常的 張居宇你好 你怎麼找我名字 我剛剛說誰追過水瓶座 他們說張居宇 張居宇十二星座都交過 真的嗎 加十二成效 那你交過幾個女朋友 加十二成效 四個啊 你不會算 我們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樣啊 蠻有自己的風格啊 就別人在幹嘛 他們就在做不一樣的事啊 對我是水瓶座 雙均衣講的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是他太差了 我在幹嘛就是 我覺得這個人很正常 他們都說水瓶座很奇怪 但我覺得還好啊 沒有沒有 我們很怪吧 我們很怪吧 真的 我剛剛一直想 我想要拿屁紙給他 你們是情侶嗎 你們是朋友 真的是傳友 算吧 算什麼叫算 怎麼說不算 你是水瓶 你怎麼喜歡他 我覺得他的話 只有他 就是我不知道其他水瓶座 我覺得他們可以 然後 然後 你有接受到什麼資訊嗎 真的真的 我喜歡 難料對其他沒有 對你 你也陷入愛情困境 戀愛尾波索 解決你的煩惱 讓我們為你開啟一個浪漫旅程 找到真愛的鑰匙 跨越孤單的界線 向你的心交給我們吧 戀愛尾波索 真愛就在這裡等你 你們是情侶嗎 不是不是 我們是 一句話形容水瓶座 怪 比較處在個人的世界裡 我覺得就是要懂他的人 才能理解他的想法 如果不懂他的話 就是你會覺得他自己怪人 情侶啊 對 哪裡是水瓶座 對啊是水瓶座 句話形容水瓶座 來 哈哈 哈哈哈哈 矛盾 想東想西杜 有時候會跟自己的想法有衝突 狄 怪人喔 他們很怪 就像他們會出奇不遺 譬如說今天要吃什麼 他們可能會說 欸還是我們去看電影 他們就不會直接回答我們 很可愛 因為古靈精怪啊 然後有趣 然後又跳動 我覺得水瓶座有點小氣 因為有一次我們一群同學去吃飯 其中的同學先去幫大家付錢 然後大家再給那個同學錢 然後那水瓶座的朋友就是給他錢的時候 就是他需要找一塊 但是我那朋友沒有一塊錢 結果水瓶座就回他說 欸那你一塊下次再給我喔 他是認真的 水瓶座容易適應哪一種人 適應那種可能比較沒有主見的啊 變化多端的人 我個人就是那種很喜歡變化的人 他對其他人不怎麼樣 可是對我很特別的 那水瓶座喜歡一個人會怎麼暗示 他們會忽冷忽熱 沒有辦法隱藏他對自己的好感 但是他也不希望 同時他陷入太多 讓對方覺得他對他有意思 所以通常人家說 不是你知道水瓶 是水瓶幫你其他牌 有喔這句話有啊 真的是大師 他會轉而直猜 覺得他會欲情路通 可是你是也沒有被水瓶座愛的 有 我想一下欸他 喔他在哪一任呢 直接跟他講欸 那你會跟他講嗎 跟誰講 沒有啦 跟他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講嗎 我都沒有什麼好 我覺得會蠻明顯的欸 怎麼說 我覺得最常就是會 跟他聊天吧 立模一樣 有沒有 真的嗎 一招追上水瓶座 直接對他進攻 直接丟球給他做這樣子 欸真的欸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也是 我說你喜歡我嗎 然後他說 我說因為我喜歡你 欸我也是 你不是我男朋友 好我說我說 他如果走過來直接在那邊躺下 然後在那邊笑 我就會注意到他 我來了我來了 水瓶座怎麼回事 你們的生活 讓他感到無趣了吧 空間星座都不太喜歡 太無聊的生活 對 他們兩個至少要有一個有趣 像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我很有趣 然後他跟他前男友 就是他比較有趣 不然會有點MORRY 那你們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很無聊 就每天都過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有時候可能講什麼 對方也沒有共鳴的感覺 交往之前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嗎 他跟我很不一樣 然後讓我覺得很新鮮 你會不熟悉的在一起 因為了解而分開 你怎麼說 這是一句詩 這是泰哥的詩耶 看我 我個性不好吧 體型可能比較不好一點 你會大暴怒 跪下 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水瓶座 然後他過來就是 他會跟細材講話 他會有一些很可愛的手勢 啊 哈哈哈哈